來看到由我國首次舉辦的國際自由車場地賽 在新竹市的自由車場圓滿落幕了 這次的賽事可是攸關里約奧運的參賽積分 沒有錯 也因此有吸引了超過12個國家上百位的選手來台躁進 那台灣選手也是把握機會爭搶分數 那至於亞運的國手呢 則是以賽代炫來調整備戰狀況 PU跑道上各國車手奮力衝刺 這是我國首次舉辦一級的國際自由車場地賽 由於比賽可以累積2016里約奧運參賽積分 吸引上百位國內外選手報名拼搶 因為國際自由車總會也規定 以後凡是要參加奧運 參加世界錦標賽的國家 你們的國家一定要至少辦一場國際的場地賽 台灣第一次我國好手當然不能錯過 亞運三朝元老吳伯宏把握機會 調整狀況 準備9月的人川大戰 這個經典賽跟全國錦標賽 我還是以賽代訓吧 所以我的項目就不會放在我的重型 就是重點項目 所以我會去跑一些 比較朋友長跑 像競輪 陣仙這種項目 對啊 就當作訓練 因為全燈賽裡面也有短距離的項目 高強度的國際賽 給主辦單位承辦賽事的經驗 也讓地主小將不用出門 就可以體驗高水準的國際舞台 能夠辦這場比賽 辦這場國際賽 讓我們有跟國外選手 有互相切磋的機會這樣 因為國際自由車總會推廣方針 這項一級的場地賽事 將持續舉辦 儘管花費1000萬台幣 營造出大賽的環境 但是對於國內選手來說 比賽經驗無價 UDNTV 甘邦捷 楊玉欣 新竹報導